大家好,我是凌桀 现在来跟大家分享 保养品应该要使用同一个品牌全系列 还是你可以使用联合国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其实我不希望我的客人浪费钱 我自己也很不喜欢浪费时间 但总会有客人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保养品是不是应该用同一个品牌 或同一个系列它才会有效 良心太大科也是个困扰啦 我在说我 我不会对客人说谎我也说不出口 因为我不希望死后下地狱割舌口 做人不可以说谎大家知道吗 郑姐 可以使用联合国 你可以使用不同品牌的保养品 你可以使用A牌的化妆水 B牌的精华液 C牌的面霜 D牌的乳液 以此类推 只要用了没有任何不舒服 不会过敏 觉得 好用 的保养品 就可以了 怎么说呢 大家想想看喔 如果你是一间保养品的工厂 我说的是工厂 不是公司 也不是在以上 如果你是保养品的工厂 请问你只会接一个保养品公司的订单吗 不会嘛 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啊 对不对 因为是不符合经济效益 所以保养品的工厂会同时去接受 有多间公司的保养品的订单 依每间公司不同的要求制造出一分钱一分货的商品 所以工厂同时会做开架的啊 专柜的啊 顶级Salon的 产品出来 所以你不要再相信 你 必须使用同一个品牌同一个系列 的产品 其实每个人的肤矿不一样 你用的东西其实也都不一样 那未必他这一个公司他所制造出来的群系列你用了就一定会适合你啊 其实就像保养公司卖的那种 当季的斟酌保养品的意思 其实也很像 就算今天他是同一个公司出来出了同一个系列 可是不代表 他一整组里面每一罐都是适合你的 相信大家如果很喜欢去 买保养品的朋友们 你应该也会发现有时候你买到的其实不适合你用 但他其实都是你 可能很经常使用的那一个品牌 所以 就是告诉大家每个人的肤质肤矿其实并不一样 不代表 你所使用的保养品 同一个公司同一个系列就一定完全 每一品都适合你 所以 一样的道理哦 今天 虽然你今天使用的是ABCD 不一样公司的保养品 可是用起来其实你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那这样就是 可以的了 保养品的东西 其实基本上 其实跟我们吃饭很像啊 就是 今天你不一定要 只吃一间餐厅的饭你才会身体健康吗 谁会只吃一间餐厅呢 要是我也不会 特别爱吃我到处去吃 所以一样啊 那你不一样的食物进到胃里面你一定 一定拉肚子吗 不会啊 只要他干净卫生 你肠道吸收得了 那就是OK的 所以我们使用保养品的理论也是这样子的 好了 钱是辛苦赚的 既然买了 用了不会过敏 就不要听信别人告诉你 你一定要用整系列整品牌 然后就把你的保养品 把你的辛苦钱全部丢到垃圾桶去 这样是 不好的 太亮飞会下地狱的 知道吗 好啦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然后想要学习更多 如何教大家 保持素颜 然后有健康肤质 的视频 欢迎大家可以 关注我 喜欢我的影片就按赞分享留言给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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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